我個人在拍照 我個人在拍照 hello大家好 我進來這個直播間了 開始等著練來 看看還有沒有人 是這個嗎 有几个人应该都不是 发起邀请 我是不是发起邀请也可以 我们要等 我现在要等那个 一飞给我连麦 他给我那个发出邀请 我就可以练了 这个妆还蛮好看的 这颜色还 直播的颜色也挺好看的 还没有 还没给我连 今天是一飞主持啊 所以期待一会儿看看他 怎么那个主持 那我先自个儿跟大家聊聊 聊聊 今天是我们那个 要就就爱的直播嘛 剧情直播 既然还没有找我连麦 我先跟大家聊聊 看看大家有什么 想跟我说的吗 他们说让我把瘦脸关掉 我没搞的 不知道这怎么弄 哈喽 张云老师 张云老师好呀 小刚亚来了 嗨 这个美颜能关 对我刚才邀请他们了 他们好像就是还得一会儿 好啊 没事了 咱四人先聊着 但是后面怎么 后面是要酒酒爱的 非常有氛围感 是吧 还有这个 我们的周边抱枕 应该马上就 是建制有份吗 是建制有份吗 是的 马上就要出了 我都没有 马上就有了 这个好像是他们的样品 就是让我做一下宣传 就是这样 马上就有了 今天你是主持人吗 宜飞 是的 我是代班主持人 我非常紧张 我刚才已经就是默默的 默搞 默了好久了 排练了一遍 就排练了一遍 排练了一遍 潜潜的排练了一遍 还要再邀请一下 好好好 我再邀请一下 没事 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 随便聊 你干啥呢 收工了 我刚收工 我收工回来以后 太困了 我就眯了半个小时 所以你的装是怎么着 细装还是戏里的 稍微的给他 摇摇摇 就好 没有戏就直接来直播了 这眉毛也能看出来吧 好细是吧 对 你刚才唱的时候 我都没敢认你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画的稍微有点不像 怎么 因为眉眼画的不一样了 对吧 是眉毛弄得特别特别的细 因为就古装 我们现在还有谁 不知道 还有讲义 老讲来了 他在转圈圈 方眉宇 方眉宇来了 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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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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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nds 哎呦 在朋友圈见到了 介绍一下吧 他叫啥 那我是不是可以借上来微灯 有这个环节吗 他是一只矮角的腊肠是吗 长毛的腊肠 哎呦妈 我第一次看腊肠长这样 是吧 我们家的热狗 再让他来看看 哎呦天呐 男孩女孩 你怎么没弄得你那糖妆的造型出来呢 我穿着那一套来 对啊 经验一下大家 别只让我看着 你得让大家都看看 那我自己直播了 我还带你们呢 要要要要 最后一个 这怎么也染头了 我还在设置 没整明白 我也没整明白 那我们就是聚齐了 然后我是今天的那个小小的代班主持人 那我们来 呃 先邀请黄英子 然后一丝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英子 掌声没有掌声 没有掌声吗 下一位小伙伴 江亦一仔 哈喽大家好 我是保密哥 江亦 保密哥保密哥 保密哥 来明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明雨 嗨 嗨 你好 厉害 厉害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嘴炎哥 小钢牙 庄远 哈喽 我是蓝一飞 哈喽 嘿 嘿嘿 你不敢自己起了谁啊 呃 我我在想 我先临时想一个 哈喽大家好 我叫赵瑞 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是 《非人老关》 非人老关 这叫你 这个 你不是叫结婚侠吗 结婚侠是什么 脑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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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是什么 看刘霞 那今天呢 咱们就进入第一个环节了 因为我们这个剧 不是有很多时候 在高中的时候嘛 那高中我们就是用QQ嘛 而且我们在剧里 都是用QQ来沟通嘛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在自己18岁 或者自己高中初中的时候 用过什么非主流的QQ昵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哎妈 太久远了 大家用过什么非主流的 我也在想 阿子你先说 我以前那QQ名吧 我认为他不非主流 很文艺的 他叫梵高的向日葵 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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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听不懂 这个名字 其实 这个很艺术 这个推广网民很艺术 哎那你有配那个 房高的画吗 当头像 那没有 我配的是 我配的是啥 我都忘了 我老改头像 这种非主流的 一会儿 一会儿是个人像啊 一会儿又是个太阳的 一会儿又是个啥的 嗯 那一载你有什么 特别非主流的 我就是 我就是撒点 要不然就是撒顿号 就是非常简洁 对 我就是撒点 要不然就是撒顿号 然后配上那种 穿越火线的头像 真的吗 穿越火线 奥摩 那名语呢 名语有什么特别 我真都记不清楚了 就是我不用QQ 不用的特别特别早 我上大学 可能就不怎么用QQ了 嗯 就是估计 当时也是什么 那种符号吧 然后就是 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 就是起了一个 就是独角兽的英语的意思 就是unico 反正就是之类的那种 可以可以可以 障碍家族 那远呢 你有什么特别非主流的 我当时好像也是特别喜欢 用那种英文名来当QQ名 就是好像叫 叫过什么Sky 你怎么学我 对 然后还叫过什么Vegetable 就那会儿老师 那我们用什么蔬菜 用什么水果给起个名 反正我记得好像叫过Sky Sky girl Sky girl Sky girl 我记得当时我就是特别 就是有什么翅膀 就是那种名词 就是那种很飞的 当时我记得什么歌火 然后我就用什么 当时也新的翅膀什么的 然后我就翅膀 然后配一个 就这种 就是很飞 火星文 小可爱型的 然后他 其实当时好像有那种 很多那种符号嘛 到脸的那种 基本就是用那种 当当头像 那关昌 你说一下 你有什么 我我那个可太黑主流了 我叫浅向莫离 然后还配了各种符号 你知道吗 就是爱的文号 帽号 还有就是那个 表示男生的那个符号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存在 这个名字 那我们的QQ账号 都很飞主流啊 那因为我们剧不是播了吗 然后好多网友 都给我们起了 各种各样的外号嘛 那我们下个环节 就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剧中饰演的角色 起个外号 大家会起什么 然后大家也可以给 比如说我们其他 航天船的小伙伴 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外号 大家想起什么 可以想一想 这咱拍戏 都起过了 老师给大家 起过了 看牛甲飞了 你叫铁锤 我是 我叫什么呢 什么侠 他是什么 他是脖子侠 我跟他取名 脖子侠 脖子侠 我是钢牙侠 是吧 对 然后此时甜豆妹 然后 然后我说侠 我为什么叫我说侠 因为我剧里 我总爱家 我说怎么怎么 我说就是我说侠 然后方文宇 是黑脸侠 他老黑的脸 黑脸侠 对 我心情很好的 只是我没有笑而已 然后关超是那个 结婚侠 老结婚 一结婚结了个五集 到五集才结上 对 最近就是 你知道你小子有个视频 在网上特别的火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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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杆姐 是吧 栏杆姐 栏杆姐 然后放下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不是死吗 等一下 我们重来一下 我这个技术 不太熟练 大家见谅 然后很多网友 在网上就是进行了一部模仿 这部模仿讲义的吗 绝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 真的吗 就很火的 这个 没有 我看 你要看那个鬼畜的视频 我看网友说 那个黄一子在抖 抖 踹了一整天了 算不算 那我想问一下 黄一子 黄一子当时的那个心路历程是 心路历程 我当时的心路历程 唯有一个就是 我的讲义怎么了 我的讲义 他可不要死啊 而且我看自己真的挺逗的 然后配了好多那个音乐 什么 灯灯灯 没事 继续 我不知道那音乐是什么 那我们还有没有 想给其他的小朋友 起外号 因为最近其实 好多人说我们 航天程的水比较硬 因为我们嘴都很硬 就是尤其是 庄园的嘴也很硬 那庄园你有没有什么 想取的一些外号 给他 你说我给我自己啊 给小伙伴们 我特别不会取外号 这个东西 影子擅长啊 影子来一个 那你要不要 我刚才都取完一串了 那就出 我方讲义 我方讲义 但最近你们不是有一个 那个做造型的 那个卷发姐和 背头哥特别火吗 对 新的那个 那个也是网友 给大家取的外号 卷发姐 背头哥 因为你那个头 不是背着的吗 然后那个小子 其实我们 我们是本来是 做完了以后 就找谁像谁 然后就起了 那个狄克牛仔 跟那个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后来人家网友 看完了以后 是觉得咱们在 模仿那个 Chloe跟丁尹 我也傻到 我们自己还在那 想半天 给自己找 那个 说你别藏了 什么费心 然后结果人 根本也没看多 人以为 说我们是 说我们是 就是做情敌的头型 让情敌 无路可走 我们刚刚在现场 老有才了 你就是费心 我 迪克牛仔 觉得可好玩的 结果 结果 起了一波 你们最 但是 但是 营子小的时候 那个造型 就是绝对炸裂 就是在那个 后刘海 就是非常炸裂 今天要播 那个 是吗 马上来了 马上来了 给我们提供了 整整一天的欢乐 因为这部戏 付出了太多了 这个演员 我真是 真的非常厉害 那其实那个 最近有一个 CP叫 黄豆酱 你们知道是 黄豆酱 可以吧 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们对 你们的CP 有什么 想对观众们说的吗 取这个名字 你们觉得 你们还有一些 比如说 网友也会给你们 取一些其他的CP名 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当然还有啥CP名 咱不就一黄豆酱吗 黄豆酱 那你们喜欢这个 这个CP吗 喜欢呢 一般 一般都不是四个字 咱们是啥字的 就黄豆酱 就啥字 那你还想整几个 多来几个 你快再想几个 你北京人 在取外号 你快再给我们 取几个外号 取不了 现在取不了 不都乱取 你在现场 那灵感很多 我的直播 直播 直播 不能不能说 那行 那我们就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呢 我们要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叫emoji猜剧情 然后呢 我会给大家几个 emoji的小表情嘛 然后那个小表情 其实都是跟我们剧情有关的 我们可以 就施展一下自己的思路 但是不要剧透太多 就是剩下的 让观众来 去追剧 然后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 那个大家一块 就是一起猜嘛 所以就可能有输赢 输的呢 我们一会儿要有小惩罚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了 然后我会 对 我们第一个来 能看见吗 对 从这开始 因为我这是反面的 从这 一 二 三 四 谁猜呀 从人一块 惩罚 成这样了 画局看眼 什么玩意儿 不是 从这到这 就一 二 三 四 这个是什么 我感觉这个说出来 好像是有 像哪个地方的地方话一样 不是 不是 画局 幽音 表演 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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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 想想 就跟我们这里 喂 你们 你们看我是不是回光返照了 你咋的 你别乱 你走 别乱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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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moji 那个大嘴挖 你知道吗 他怎么给自己 套了层滤镜似的 我刚才 我刚才翻了翻 评论一抬头成这样 我就明白怎么 你是给自己看了一个胶片吧 复古胶片 不是吧 复古胶片 复古胶片 你们再邀请我一下行不行 我再进来一下 还就好 你要不就这样吧 但是不行 这个讲义 我经纪人不允许了 快等会 你们赶紧邀请我 你得自己退 你自己退 然后我邀请你 他退了吧 他已经卡住了 应该是 你退吧 他在发光 我邀请他的时候 你们可以来猜一下 其实刚才评论 有很多网友 已经猜对了 对猜出来了 是 对吗 话剧表演 我们的盛大剧目 宇宙的镜头 如果变成电话锅 这个是画 然后这个是橘子 就是剧 然后这个是表 就是表 然后这个眼睛 就是画剧表演 画剧表 对对对 我邀请好响意的 我等他上线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轮呗 那我们这局就停了 好吧 我们就没有人猜出了 观众猜出来了 我邀请他了吗 他进了吗 他没进 那我再邀请他一遍 我看一下 我再邀请他一下 我看这底下留言 把我逗坏了 一直在说 杨子讲得真棒 讲得好棒 我一句话没说的 我讲得好棒 讲得好棒 主打 我们可以先看看 我网友跟我们的留言 都留下什么 我看一下 就是太快了 实在是太多 太快了 我除了看到紫的名 基本上啥也看不见 想和杨子 那串蓝姐 想和小子 兜蜂 还有什么 他进来了吗 你再邀请他 我再邀请他一下 好 请出去了 怎么邀请邀请的 刚刚感受 是因为我开了那个瘦脸 刚刚给调了 放点了 我也调一下 我也调一下 尖尖的 给你们看的东西 啥呀 听于 这是 这是 这是你的那个保温杯 哇 这周边啊 啊 你们俩真不容易 你跟月 为啥你先拿着 我这个是样品 我这个是样品 然后等到时候 我做到了会给大家 怎么 我一回来开带货了 货带货 要9块9 那我们刚才 程 你知道刚才我们那个答案是什么吗 话剧表演 这个是画 然后这个是橘子 就是剧 这个是表 就是这个是演技 就是话剧表演 那我们上一轮大家就是平局了 没有数研 我们下一题 这个应该很好猜 也是从这开始 鲸鱼 鲸鱼伞 对 鲸鱼伞 那是不是 那蒋亦 谁先猜出来的 我先猜出来的 蒋亦 蒋亦先猜出来 蒋亦几一分 然后帮忙帮忙 好 下一个 七里香 那那个观察得一分 七里香 这个七 是 七里香 七里香嘛 不能垫 因为这是里嘛 然后这个是箱子 就是七里香 好 观察鲸鱼伞 下一个应该是我觉得 应该是我的问题 芭蕾舞 芭蕾舞 你自己说完了没 不是 我是用怕输 我太害怕输了 我刚刚看到 好 很简单 那今次不是我 然后 周远 然后小子 还有 我们明语 我们四个输了呀 那输了 他们给我们一个惩罚 就是我们 你们可以猜一下 是什么惩罚 我赢了呀 我们已经说八雷五了吗 八雷五 那现在就是我 还有 影子 还有周远输了 你们猜一下 我们的惩罚是什么 是跟非主流有关的 哦 不会是 要做一个表情吧 不是 不是 不是改了 改了 改了 你早说 早说呀 刚跟我说 我们得 就是 播完之后呢 我们在微博 晒一张我们的 非主流照片 但其实 谁晒 那个 后刘卡尔那个 还有那 那我赢了 我也想参加 行吗 可以 我把这一机会 让给你 明宇 不 我还是让给你吧 我知道 你想展示 行 那我们来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呢 就是考验我们航天城的默契 然后呢 我现在要 说出几个 怎么说呢 说出几个 问题 然后呢 我们同意来回答 我们三人一块回答 然后看一下 大家说的是不是一个人 那我们先来 注意听 爆料一下 片场 最有默契和最没有默契的搭档 最有默契的搭档是谁 一起说名字 那会不会很乱呢 对 对对对 说吧 那我们一个个说吧 那颖子先说吧 这样一个一个说 就会不会很没有默契 这个 我们F6都没有默契 那我们最有默契的 大家觉得是哪个 CP 指呢 那咱们 那是对的吗 我的下面是 我旁边 我旁边讲义 那不对啊 我旁边是赢子 你一直反了呀 反了 我这边是阿子 我就是赢子 不对不对 顺去不对 不对 咱们 那咱们 一个一个说吧 或者是大家一块说吧 或者大家自己发言 谁想说谁就说 我懂这一块 不是要的就是 想整点 CP像吗 对吧 我先说 谢谢 就是说 我觉得 当然了 我跟我最好的一个搭档 就是一仔咯 你看 不要 你觉得就是 你们的默契 展现在什么方面 默契 展在 我们两个 那个让话不落地 让话不落地 每天都很欢乐 对 就是 同意 但有一场戏 我觉得你俩没默契 你记不记得 就是你们演那个话剧之前 你们俩 对台词 他俩要有一个对台词 一起说 就是一直两人说不到 一起去 在那边 对对对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还有人爆料 对方默契的就是 方明宇跟庄远 但是其他的时候 就是都很有默契的 就那场戏的时候 两个人就对不到 对不到那个统一的口径 然后都笑场了 在旁边 我记得特别 后来我俩都说虚了 因为看对方眼神 我看他说那字 我就怕我没说了 你们俩就是最有 也最没有 都是你们两个人 你真会说话 那你觉得你跟月儿 你们两个有默契吗 搭档的话 我俩还行 我俩还行 就是我跟 透透霍霍吧 反正就比较舒服 都能比较 比较能盖去吧 比郭坎强吧 大事 远离郭坎 真爱生命远离郭坎 同志们 那超呢 那你觉得 你跟蓝一飞的CP 你们觉得 你们是默契 还是不默契 我觉得还蛮有默契的 蛮有默契什么 其实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有一场 我们送礼物 因为我私下叫 关超不是关臭子吗 然后就有一天 我说 我说这个关超 你怎么没听过这个 这个成功 你没听过吗 没有啊 就是我经常 因为我们好多人 叫他关臭子 然后那场说 关超是我送你的礼物 然后就我拍摄 我说关臭子 然后我们送 他特别搞笑 完了 关超 你想说 好不容易抓了个头发 走点偶像派 这名一出来 就偶像不了了 但有一首 因为这个美颜 真的很夸张 就是一整个 但是你俩 就是我又要爆料了 你俩不是就是还 就是没有特别特别拍 特别多的时候 就拍了那个感情戏 再还有感情戏吗 就是有那个吻戏吗 对 第一场的时候拍了吻戏 然后我当时就是 觉得都蛮尴尬的 然后我们俩都能 对我俩可尴尬 就是我们俩第一天拍 然后第一场吻戏 我俩连 好像刚加微信 然后结果那天拍的时候 因为就是要定位置 然后我们俩就是 亲完之后要站在原地 然后站在原地之后 我俩就是不敢对视 就特别尴尬 就我看左边 再看右边 就这样走了 特别尴尬 特别尴尬 行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 谁在片场 愿意一掌歌喉 谁在片场愿意唱歌 张响 黄英子 黄英子 黄英子的 还跳舞 影子也唱 其他不都唱跳吗 又唱又跳 我现在有段时间 特别爱唱那个 乌梅子匠 你记得咱们那个说唱街楼吗 就是说唱 那个说唱街楼 那个 咱们也不玩一下 玩吗 不不 玩一下 这个玩不了 这个玩不了 等的时候就跑不了 非常的酷 你们有些人觉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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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就完全压不到一起去 生压 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片场愿意玩这个小游戏 那我们这个rap就不接了 那我们下个问题 谁在组里最爱船局 范晨晨 对啊 我傻了我刚洗完澡 这怎么这么多电话 夺命连环抠 好 那第四个问题 谁的哭戏最多 我觉得每个人哭起来都挺 银子 我觉得银子是尤其的 我也觉得银子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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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多 但是我为每个人又哭了 除了我哭我自己那份 我每个人我又哭了一份 double哭 对 double哭 这有一天我觉得子氏很能哭 有一天我跟他拍有一场戏 是不是今天晚上会播啊那场 是哪个呀 就是 就拉手那场 啊 揭手那场 今天不拉手都哭了 就是就没有 他那场戏本来是他 他哭我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说那个拍我的时候 你就别哭了 哎 结果拍我的时候 一回头 子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太牛了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剧本太好了 演到那个时候受不了了 就真的入戏了 入戏了 哭了 嗷嗷的哭那天 嗯 那好 那第五个问题 其实也跟就是角色 你们觉得剧中最让人心疼的角色是谁 就是可以随便说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或者觉得 你 你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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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因为网上有很多版本嘛 然后本人在这儿好像也不太能再剧透 那我们来就是 嗯 因为我们F6各有各的困境嘛 有的时候是在 嗯 我们上学的时候 也有在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想要大家聊一下 就比如说自己饰演的角色 呃 遭遇了哪些事情 就哪件事 是你觉得最心疼的 哦 那黄艺子还是你先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嗯 就是 黄艺子它是个阳光抑郁型嘛 就看很多人在 对 其实这种人过得也蛮 蛮 很累 想把快乐留给大家 但其实自己的时候呢 他才是获得能量的时候 但我觉得他 黄艺子最让我觉得 伤心 或者是我很 同情他 想心疼他 就是 他 好像就像大家说 他永远留在了18岁 他希望那个18岁的那些环境 那些人永远都在 可是 现实生活中就是 大家早已经到了30岁 然后有了各自的生活 都没有再想说 回到那个时候了 而只有他一直在想 那时候的小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的日子 所以他会过得很累 所以我就很同情他 很想抱抱他嘛 因为我觉得 看完 我会觉得很有感触 就是确实我18岁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想法 那个时候 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但我如今到了30岁 就是会跟小的时候 想的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并且努力轻轻地活下去 可是影子就是 他一直在那个时候 把小伙伴们团聚在一起 这个也是我觉得 很敬佩他的一点 心疼又敬佩了 嗯 嗯 此处有 应该有 好 那下一个意诈 你来分享一下 你觉得 蒋亦你最心疼 他哪一件事情 会觉得让你心里 会特别有感触的 嗯 就是感觉呢 还是 其实蒋亦 就心疼 应该还是原生家庭 的这个事情吧 就留守儿童嘛 父母长期也不在 自己身边 就是一直都是 自己孤独的成长 但是还好有这个 影子和大家的陪伴 嗯 对 就这点 嗯 好多 那 茗宇 你来分享一下 爸 嗯 我觉得 我比较心疼的是 茗宇吧 他其实成年之后 就是他 跟 航天城的小伙伴们 渐行渐远之后 他一个人在职场中的那种 有点单打独斗的感觉 其实 茗宇 那种单打独斗 和他那种 其实故作我是OK的 但是其实你看 下班了 大家都走了 就别人去吃饭 但是大家不会主动去叫他 虽然大家不是说 真的只想霸凌他 或者孤立他 但就是有一种那种 不言而喻的疏远 我觉得那个时候 茗宇还是挺让人心疼的 他就是 只能自己做自己的 那个铠甲和保护吧 对 然后 因为他的小伙伴们 现在也都不怎么联络了 他自己又有点 像一个小四位似的 有点逃避 这些东西 那所以可能那个时候 我还是挺心疼他的 好 那下一位 我比较心疼庄远的 就是庄远其实 就是你看上去 他是一个好孩子 他永远是别人口 就是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其实他自己 我觉得他生活的是挺压抑的 就永远是活在 父母对他的这个幻想和安排当中 就他到三十岁之后 之三十岁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 也没有是为自己而活 永远是在为别人而活的 所以他在三十岁的时候 迎来了一次 人生中的叛逆吧 迟来的叛逆 就是 在这也希望 就是在看我们剧的朋友 能够提早的认清 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能够为自己而活 永远不要为别人而活下去 那我来说一下蓝一飞 我觉得首先 他的原生家庭嘛 然后已经播完了 是爸爸妈妈都走了嘛 就是 对 然后他现在其实只有外婆和 就是航天城的小伙伴 其实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厉一场戏 是就前两天播的 我和欢迎子有一场戏 我妈妈走了之后嘛 然后那个 我就问欢迎子 我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离开我 对 这个 这句话就是挺戳我的 我是觉得 就是其实 亦非平时是一个 温温柔柔柔 算是比较懂事的小孩吧 但是 可能发生了一些事 他都不理解 包括刚才 我在想就是 在剧里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其实就是 我爸爸走了 然后我在雨里跪着 然后所有人 航天城的其他五个小伙伴过来 拿着不一样的伞 然后导演不是在高空中拍的吗 其实在高空中拍就是像 其他几个小伙伴 像花一样 把我保护得特别好 对 这个是我觉得 我很心疼蓝一飞和 特别感谢 航天城六人组的 对 心里的感受 蓝蓝一飞 我想问你个问题 今天上网了 看了这是你爸妈的组合 这是啥意思 我不是在群里 回应 但是 我说了 什么的 好像是 这个梗我也没懂 就是我也搜到好多 但是没这梗 直播不能说吧 不能说 好 那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也不让说 那也不让说 你去群里见 你去群里看 他回你了 我回你了 我回你了 这不 我真的懂这个 我看看啊 这是我也不是特别多 好像就是那个 行梗或者什么的吧 群里不都发了吗 发了 好 那我就是我 F就是 你偏要说 自己不能说 自己还偏要说 一会就逼 好 那冠昌你来说一下 你觉得 你最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原生家庭吧 因为其实咱俩挺像的 因为我也是原生家庭比较破碎 我的爸爸他是许久打架 然后从小对我就家暴那种 然后我妈呢是 跑了 然后从祖家庭了 然后我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弟弟 然后就是对我的爱就分走了嘛 然后就我属于很尴尬的一个地步 就是我特别渴望母爱 然后 但我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了 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再去 去寻求就是这份母爱 然后其次是 我觉得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我是容易是挨打呀 或者说比较 就是破碎的状态 但是碰见了大家 留人组 然后碰到了一飞 然后就会变得像个小太阳一样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段感情 或者这段回忆 就是在走向好的时候呢 就是 没好多久吧 反正就是希望 就这个东西就让我扎心的吧 就是 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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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哭 看我的眼睛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剧播出以后嘛 其实网上很多网友都在猜测我们的剧情走向嘛 那其实 今天在这里 浅浅的给大家 剧透一下 剧透一点点 后面的 后面的走向 你觉得 你想跟大家就比如说 就是 透一点点 这透一点点就是 后面还是一个最后 还是一个欢乐的结局 我认为是很闷暖的 对 我看说是我们变成了悬疑片 我觉得也 那或者你可以 就比如说 说一下 剧透一点点 比如说黄英子跟蒋亦最后怎么 我这个 我觉得大家看嘛 看我最后是跟蒋亦 或者是蒋亦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看 因为我现在 也不能就跟大家说 我 我就是选了讲义哦 并用现在有讲义 就是 看他们两个 对谁 对 谁对我更好了 那你们到时候看 那在时候大家就看看 我是跟Chloe在一起了 还是跟 阿姿在一起了 好看哦 看不到 那程 你有什么想 跟大家透露一点吗 其实这后面 还有一个隐藏的非常大的秘密 然后这个秘密呢 跟黄英子有关 而且跟她的记忆有关 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往后看 这个 后的 抓人了 那好 你怎么 你突然 你好突然 你 怀疑 突然变成了颠婆 是怎么回事 颠婆 好 那庄园有什么 要跟大家说的吗 就感觉最近反正 大家还挺关心 我跟明语的这个感情 到最后能不能 就是he的 就是大家反正也往后看吧 就是此处不能说太多 省略一下 反正还要 反正往后 我肯定是成为了这个 影子和 讲义play的一环了 OK 她俩play的一环 好的 那明语呢 我觉得嘛 我们这个后面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走向 就是我们 你记不记得这个动作 就是都 就还有这种 对对 就是跟游戏有关 我觉得也挺有 也挺有趣的 大家就可以期待 一下 对 我们就是都会变成 对 算了 我还是不模仿 懂了懂了 跟游戏有关 嗯 关超 你有什么想到的吗 我觉得 就我觉得大家这个结局 我也在网上刷到好多版 就是很多那种说什么车祸了呀 又怎么怎么着的呀 其实我只能告诉大家 就是每一集 你就想象不到会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大家就观看就好了 好的 最好看的不是这一集 永远是下一集是吗 下一集对 行 那到我发言了嘛 但下一个问题其实是 因为关于成年的蓝衣飞 到底去哪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猜测嘛 包括网友就说 啊 他到底去世了吗 其实像刚才光超说的 网上很多版本说什么 我出车祸了 然后什么 失去了双腿 就是非常的惨 哈哈哈哈 失去了双腿 这是什么 我觉得网友真都挺活 应兴兴的 然后 其实根本就没有蓝衣飞这个人 哈哈 这个鬼片啊 咱们 咱们六个人都没有 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哦对 这个我也看到了 这个太悬疑了 太悬疑了 平行时空 我还看到说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说那个酷帮我们放到了悬疑剧场 是吗 好像是 因为他 是真的呀 给我们出来了 又酷 你又顽皮了 酷 但是但是但是 但是我跟大家报个料吧 就是大家虽然说了很多方向 但是呃 就是大家有很多人 就是撒谎了 但是有一句话是 有一句话是假话吧 希望大家可以做个笔记 画画重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好 你说了个什么 我怎么没听懂 我说 我说刚刚大家说的话 有一句话是假话 然后大家到时候 画个重点 嗯 对 谁说的假话 他的意思就是 谁说假话 我不知道谁说假话 说来一句去哪了 有真有假 那剩下呢 就要网友去猜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 这个又提上一个高度了 又悬疑了 有个神秘 好 那下面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网友 就是脑洞大开嘛 讲了很多吧 199i 就各种 比如说黄英子 说是阳光抑郁症嘛 就是各种事情 然后呢 那现在我也想请 F6大胆的畅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编剧 你会怎么写199i 你会希望它是一个 什么样类型的剧 或者是它的剧情 小伙伴们往什么样的类型 去发展 大家想一下 我自己 我个人 我还是希望它是个温暖项的 可以治愈大家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大家在看前几期的 会都在问为什么 为什么 有的人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一载的表情 那么冷漠 不明白为什么 名字不理我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之所以这么演 因为到后面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了 就是每次会 跟大家解开很多东西 我们就很像剥洋葱 慢慢地剥 然后大家会看到那个味道 就很像一个小刀 在慢慢地滑 就是温柔地滑滑滑 最后来一个大爆发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前几集是 在一个铺垫的过程中 大家慢慢地看 而且说实话 我作为观众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完全不是说想说 我是演的 我就是观众来看 我会觉得它很温暖 然后每一集 我触动我的那种点 都很小 并不是那种剧情的 特别大的那种 而是温暖像的那种 一下子戳到我 我每一集都会哭好多次 我为了我们的友情哭泣 亲情哭泣 也为了爱情哭泣 所以我会觉得 它还是一个温暖像 治愈的东西 就是青春 我们的青春去哪里了 我们到30岁要不少回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 还是很触动我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 现在走向我也很喜欢 对 那应在你会希望 《要求觉爱》的走向 如果你是一个编剧 你会希望它 你会怎么写 《要求觉爱》这部剧 它每次都说的太好了 一说完就让我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它的话 那你要不怎么管 我怎么怎么 那我就是 那我如果就是 那它都说这么好 那我就天马行空一点 那我就弄一个 我要编剧 我就搞一个那种 时光机倒去 然后给大家的那个童年 那确实都圆满进去 嗯 这个好 这个好 就是观众可能没点 没点 看的可能有点没意思 你这一集结束了哥 那行 那庄远呢 你会希望它的走势是什么 要不我就顺着那条线 写个悬疑篇 写一个悬疑本出来 就发现大家最后 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这太狗血了 我天 再一个 之后呢 兄妹之后呢 你会怎么写 兄妹之后 大家就开始 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听到这是谁 我一说 没准成 你这没准成 就是 就是足够狗血 就肯定牛了 是吧 一窗远打666 我写上了 你看最后呢 你们都是兄妹 我是 我是 我是你们父母辈的 我是做时光机回来 你是爸吗 第一步 你写上了是吧 行 好 那那个 名语 你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拍成一个 那个歌舞片 应该也很有意思 就是咱们 在上着上着课 突然六人组 卡起来 就开始又唱又跳 你知道吗 就像拉烂里面 然后就是各种 我觉得应该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 这个部剧本身 真的就是 有点温暖 有点治愈 然后能给人 带来小小的快乐 或者是小小的伤感 就拍一个歌舞 歌舞青春 知道吧 就是我们那种 歌舞青春 发展 名语 适合去印度发展 你也很适合 我会带着你一起去的 我给你去 你的鬼步很经典哦 鬼步 我走咯 我真的走咯 那个 是看到了是吧 那是多少集的来着 那个前提集就出来了 前提集就出来了 好 我想差不多个小问题 我刚才看 有一个网友说 说今天 诚儿是 话有点少 你是在 就是 就是进入 一载的角色了吗 大家网友说 那道话 不是 我也不能 一直画什么 一载来 那个邪魅一笑 我也不能 你也要关口吗 你们难道 快点你大胆开麦 现在都是你的时间 准备 他们正是 老朋友 他们正是 朋友的意思 说今天 一载的话 特别少 是想 持续一下 就是一载的高冷吧 就是讲义的高冷吧 我想保密 因为你是保密哥是吗 你现在走下 保密哥就得保密 下一个就是 观超 你会觉得 想怎么写 我其实挺想把它写成 就是 这个有个后续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这个 拍完之后会有一个 就是类似那种 咱们一块出去玩 那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私下 是会蛮开心的 然后分野特别好 然后包括很多 其实很多咱们 在剧里播的很多点子 都是咱们其实 包括诚哥和姿姐 他们现挂的 然后我觉得 真的蛮好的 特别棒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特别 想记录一下 这些分间吧 嗯 我的话其实跟观超 蛮像的 其实我蛮想去 就是写成那种 比如说大家 在一个农场里 然后比如说 就是每天猪中地 然后 妹妹小羊 就这种 就是我觉得 就很温暖 就是很慢生活的一部剧 如果我要写的话 我会这样 因为现在其实 每集的情节 都非常的 此起彼此 对 然后可能观众 就是有点信息 接受不了了 因为其实 之前说蓝一飞 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然后结果有一天 我又给黄一子回信了 然后好多人私信 我说 什么你怎么又回信了 我以为你死了 你又活了 就这种 所以我就觉得 他说 点我几次文章 就每天 然后倒了 然后又起来了 所以我想 就如果我要是编剧的话 我会想写一个 慢生活的剧吧 就是大家在 在一个比如说 农场或者庄园 庄园 庄园里面 然后就是那种 比较温馨的 是的 本来我记得 原来剧本就写 最后庄园 开了个庄园 真的我记得 不是 好像现在也是啊 种地去了 现在好像也是 你从一个博士 变种地的了 就是变了 就是你不要 想看种地 就是现在也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这个反差 你没写你去 最后去种地的了 没去 但是我是去搞 科技农业去了 嗯 你得把科技农业 说出来 你这个剧透 也挺剧透啊 你这个剧透 挺透的 挺透的 被透出来了 这个话 好 怎么 咋了 哦 那你这算是 说的有点多 哎呀 但这是 没关系 这假话 你说假话了 说假话了 刘璇念 刘璇念 真的假的 不知道 那我快 再下一个话题啊 下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热度 如果破万的话 我们就是 可以在这 立了flag 如果要是 我们热度破万 大家就是会给 呃呃 观众们什么样的 呃 惊喜 或者是给观众 什么样的福利 你知道 陈那天特斗 开播那天 他在群里问说 呃 如果破两万 会怎样 然后导演说 没有破两万 从来没有破两万 这回事 对对对对 是 我那些 我 主要是我不太懂 这个 这个 不是他是破两万 还说的是破亿啊 两万 两万 热度是破两万 是 主要是 对 我主要是我还问 阿泽 我说 这 这是 对 我就一直问他 我说这是 算怎么样 怎么样 那大家 来吧 立flag吧 阿泽 我看看你们都是 要立什么 立什么 哦 我如果破万的话 我看你玩多狠 我发点我自拍吧 好了 这 这 不行 我代表 对 这不行 你自拍 这个是18公格 发点我那种 非主流的 类似于那种自拍 好吧 咱们可以看一下网友 就是我们 比如说 说自己的flag 然后看网友 同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 就下以为怎么样 下面都说不行 不行 下面都说女团舞 下面好像 是有点 说了八字拍 可以 有说 不同意 女团舞 不行 女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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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女团舞 女团舞 小时一桩 小时一桩 你知道吧 阿泽 上次那不是你的问题 上次那 上次那个 一定是拍的那人 没拍好 其实你跳的没问题 绝对是 这次你 这次你重新证明一下 你自己好吗 这样吧 破两万的时候 我跳女团舞 哇塞 就是不想跳 直说呗 对我们这么不自信吗 万一破两万了呢 哎 行 那那那行 那一万就是发自拍 两万就是女团舞 是吧 对 没问题 好 那下一位 我不用意儿 我看看我 我看看我底下是写什么 对看一下 观众们如果想让我们 比如说 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 可以可以抠 抠在屏幕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 有科姆三的 成人也跳舞 上舞 有 有 负极照 负极照 我看 破两万 发负极照 两人跳舞 破两万 发负极照 破一万 还有什么 破一万 破一万干嘛 观众朋友们 想让我 科姆三 天呐 你科姆三 谁老子 刷科姆三呀 还有什么 阿子你快帮我挑一个 但不要科姆三啊 不要女团舞 不要 你抱人家 重演晕倒 他们评论有说 重演晕倒 重演晕倒 行 可以吗 可以重演晕倒 然后两万就发负极照 可以 好 破 破 破 牛 好 那下一位 曼姿 还有人让我说 跳楼看看 是想打 是想 这样发扫楼 没扫 没打对字 是吧 一万就跳楼 我这个 我就随大六 我恨的就是 对 唱个歌啥的 就行了 是不是 什么 一万穿个歌 他们好多人说不行 太简单了 他们听一下了 没有我工作人员的旁边 太简单了 他们超过 我不知道 那容我再想想 反正我就是整个 唱个歌吧 那 你来说 你如果破万了 你有什么 我也没想好 我也我也从 大家也从网友 这帮我挑挑吧 那大家网友 多发一些 就是 想让我们有什么福利 其实 倒立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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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这行 这都行 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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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求必应 周圆 可以 我要是 要是破万了 那我就 倒立唱 唱子的 飞到小时候 行吗 我真想看 倒立打唱 那 曼姿呢 你想 有什么福利 唱歌 我只看有人 下面说 要我发Vlog 或者我要不就发Vlog 要不就唱歌 都行 你骗人 从来没人说Vlog 我发现了 可以 那你 看吧 你是一万发Vlog 还是两万发Vlog 你这Vlog 还发不发得出来了 两万就发不出来了 我那十秒 我也算Vlog 我会的 我就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我的生活 发个Vlog 可以可以 好 发个Vlog 行 我没发过 就是之前 确实没发过 行 那 我看 那我要不就 剪大家 他们好多人说 呱呱舞 那我如果要是 大家 拒破万的话 我就呱呱舞吧 好 呱呱舞就是 什么那个 呱呱 是那个吧 什么 已经跳完了 对 85吧 85吧 对 这个 行 那下一个 关超 你 你 刚才我看了 有人说穿女装 穿女装 谁穿女装 你 不 不 这个两万穿女装 两万穿女装 你两万 一万干嘛呢 一万 那我 那我画个画吧 因为我今天去美术了 我画个咱们的合照 F6的 哦 这个 画 你不会已经画好了吧 哈哈 没有 真没画好 真没画好 你不会是让外面人给你画 画完了 没有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 Black了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嘛 我们现在呢 想请大家分别说一下 分别 可以对观众说一下 我们对 想对观众说的话 可以是自己本人 然后也可以是 距离 那我们就距离吧 就比如说我们剧里的角色 F6 想对观众说什么 对 以角色的口吻 对观众说 然后把 要99i按了给屏幕前的网友们 那就从黄银子开始 好的 希望我们六个小伙伴可以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六个小伙伴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的要99i 我们一定会一击一击更好看哟 好 咋是卡了 鬼畜了 说完就得这么说 好 那就也是希望那个 大家都能继续关注这个要99i 然后每天晚上六点在优酷更新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 然后多支持我们六个小伙伴 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好看的 加油 我一句话有啥意义 就说的也行 好 明雨 那就是希望各位都市丽人们 可以做真正的美美的都市丽人 然后下了班 躺在家里 吃着西瓜 然后舒舒服服的追我们的要99i 张远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的开心 就是永远的能够像我们18岁的时候一样的开心 然后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活得更有意义 然后大家关注我们要99i 然后大家关注我们要99i 这是来自小猫啊 这是微灯 对这个是小猫 对 这叫什么品种的猫来的 你免 你免 免殷猫 它好长的 这么大 你这也可以 你这个 可以 你这小朋友也可以 好 那蓝一飞的话 我想 安利就 好闻 他好无辜的 我希望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剧中 找到对自己青春的 回忆 也希望现实中的每个小伙伴 家庭都可以 幸福都可以圆满 也希望大家 不忘初心和 自己的 小伙伴 游泳远 然后我们过几天 也会有一些 惊喜给到大家 下一位关超 快点已经六点了 现在马上就两句话 快乐的话就看1999爱 不快乐的话更要看1999爱 每天六点 好 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 然后也希望 大家马上去追我们的剧 我们六点已经开播了 对 快去看去吧 请继续 多多支持我们的1999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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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阿子你放饭你吃什么呀 我减肥我不吃 你呢 猪脚饭 猪脚饭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好 行吧 拜拜大家 拜拜 拜拜 北京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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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天见了 朋友们 拜拜 晚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